家里有孩子正在上大学的家长们 这期视频你们一定要看好了 我这期视频就来讲一个 专门针对大学校园里的一些学生们 有一个新型的诈骗套路 现在西安的有一个大学 已经有六七十个学生都已经上当受骗了 这是昨天晚上有一个粉丝加我的V 然后他跟我讲的他儿子上当受骗的一个经历 他也希望我能够出一期视频 呼吁更多的人关注这样一个事情 并且他也比较担心他孩子的这样一个 就是征信黑掉那孩子还没有进入社会 那就被人坑了 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呢 我也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 就比较清晰的一个就是说评估 如果你们确实也不信上当受骗的 你们到时候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处理 那我来讲一下怎么回事 就是说呢 其实这个诈骗套路 原来我出了一期视频 就是讲六位大学生 在大学里边被人以这种 就是买车赚钱的这样一个套路 诈骗了六位大学生 这样的套路他是入出意志的 一幕一样 就怎么回事呢 他这个儿子呀 然后经他的室友来介绍 他室友说他哥哥 有这么一个门路可以赚到钱 那大学生里边 那大学都大学生都希望能够通过兼职呀 然后打工呀 能挣点外快 对不对 那这个学生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很正常啊 然后就跟他说 以自己的身份和名义 在手机支付宝啊 他有一个撬租机的一个 这种这个租机 就是说租赁 手机这样一个业务啊 就是你可以通过你自己的身份 申请下去以后呢 相当于你是属于分期 买了一个苹果手机 这样一个业务 那么你自己以你的名义 这个买过来这个苹果手机以后呢 然后呢 他哥哥有这样一个渠道 可以直接帮你卖出去 卖一部手机呢 挣400块钱的提成 而卖出去这个手机呢 就是你 你代管买的这个手机 你不用还 买你手机的人 他帮你还约供 是不是逻辑比较简单啊 很多大学生一听 我还不用还 那个就是非常简单 就这么 用我的身份 带了一个款而已 然后每个月 我越还款不用还 我白赚400块钱 他们思想比较单纯 然后大部分 这个学生就很多上当受骗的 目前来说呢 就经这个家长说 他这个儿子的学校的同学 好像有六七十个人 就在一个群里 都上当受骗了 涉案金额高达100多万 但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 他这个同学室友啊 他这个哥哥呀 帮他联系好了渠道 买家找到以后呢 好像只给他还了一个月 或者两个月的一个贷款 到最后就消失不见了 给他还贷款了 那没办法呀 他呢 儿子就是这些同学们 都是通过这个 支付宝的这个 敲租机的这个平台 他们贷的款 他自己还得本人来还贷款 就觉得上当受骗被坑了 但是呢 这个时候再去找他的室友 还有他的室友的哥哥 已经消失不见了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 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也是常用的一种诈骗套路 他们这些诈骗团伙 用这样的一个手段 在收割这些学生 因为他们都是征信 都是小白 然后呢 他们也比较好骗 就告诉他们 你只要是 以你的身份去贷款 然后你买个手机 我给你找到买家 你就白赚多少钱 这个钱你不用还 问题出就出在哪里呢 你这个莫名其妙 你这个买家 他能够如期正常 能给你还贷款吗 这个东西风险太高了 但是很多学生 他又没有什么社会经验 一被人这样一说 他就相信了 白赚多少钱 他就感觉这么好的事 对不对 那之前的时候 我出了一些视频 六个大学生被人诈骗 然后以他的身份贷了款 到最后买的车 也是一样的 就说你 以你的身份买了车 然后我白给你多少多少钱 白给你几万块钱 这个钱你白赚的 买家呢 他会如期给你还贷款 到最后买 所以的买家也是跑路了 他们这个诈骗 透露怎么回事呢 那买车的这个 就是他透露他的车 他当黑车卖着 他也能挣很多的钱 那这个买手机的怎么回事呢 他就是 透露他们的这个苹果手机 苹果手机呢 现在这个价格很高 你苹果13 苹果14的 那都是八九千块钱 七八千块钱一步 然后他们比如说 以这种就是 进货价的九折 或者八折 卖给这种手机店 那么他们还能够躺赚 做一部手机 有可能就能躺赚五六千 七八千 所以是这种模式 然后来诈骗学生的 但是学生 因为他涉事卫生嘛 他比我好骗嘛 就很多的学生 都已经上了书片了 这是来找我的 这个粉丝和网友呢 然后他的儿子 亲身上了书片的 一个经历啊 他的同学们 就在那一个西安的 那个大学里边 上了书片的 就已经六七十人了 试案金额够达一百多万 但是这么事情呢 那学生去找学校的老师 老师管不了 也不管 然后就报案呢 那也已经立案了 但是警察也跟他讲 这种情况下 是很难给他追回来的 那到最后 作为上了书片的学生 怎么办呢 只能是你自己承担 你去还这个贷款 据这个王永过说呢 有些学生可能胆子比较大 他自己买了 就是用他自己的这个身份 贷了款 然后就是说 买了好几部苹果手机 那他这个就是说 贷款机率就比较高了 那这种情况下 如果不还的情况下 肯定是自己的真心要黑掉了 但是你如果还了的 这个情况下呢 那你自己也就比较不甘心 对不对 毕竟是商量受骗了 但是这种情况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没辙 没办法 不管是因为电信诈骗 然后呢 被这些骗子骗了的钱 然后这个受害者 还得自己还钱的 还是说 像是买车呀 或者买手机的一些 套路被诈骗的一些学生 一样的 这种情况 你要如果不想 让你的真心黑掉 你只能自己 你不管甘心也好 不甘心也好 你自己就还这个钱 你如果是说 确实没有能力还的话 你只能让它黑掉 那这个钱到最后怎么办呢 你只能是说 他如果你要是在 警方这边有立案证明的话 这个钱 大概率是会成为 一个呆账 但是你真心是受影响了 你可能以后 你从银行贷款 你肯定是贷不出来了 对于这个新型的账骗 骗局呢 咱们希望能够 呼吁更多的家长看到 然后来提醒你的孩子 如果你在学校里 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 不要贪小便宜 觉得天上掉馅饼 如果这么轻松 就可以赚钱的一个机会 这都是满满的套路呀 我是一心姐 讲点务实的成长感悟